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作者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颜怀 本视频包含该书第六章 为十三大政治改革效力 组织人士研究所两年,1986至1988年 第一节,组建北京组织人士科学研究所 6-1北京市委,对我信任 1986年11月24日,我到北京市委报到 上午首先拜会市委副书记经见 我们算老朋友了 1982年,北京市青年干部处成立 按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兼任青干局长的先例 上行下效,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金剑兼青干处长 李锐在青干局首次局务会议上明确当前的各项工作 并让我分管他认为最重要的华北和东北地区 次日我就去北京青干处找金剑处长布置任务 其后,李锐交办的几个北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干部落实 政策的老大男个案,都是金剑派北京青干处副处长 协助我圆满处理的 此后四年,共青团出身的他由副部长逐步升为部长 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 期间,我带队到北京调整局级班子 考察第三梯队,指导各项清干工作 与金剑配合密切,关系融洽 我与团派干部都是朝气蓬勃,热情洋溢 因此与他们配合心情舒畅,工作顺利 金剑热情地接待我,语重心长地说 我了解你,陈伟兰又全力推荐你 在金剑机构的当下,我顶住北京市和中组部的压力 为你凭空设立一个新机构 忘掉中组部的不愉快,干出点成就,别让我难堪 你建议叫北京所不代试字? 好,出成果,全国享用 出问题,算我的,我信任你 下午拜会市委组织部长李其言 当时他兼市委常委,后升任北京市长 1984年初我考察时任县委书记的他 确定其为市级第三梯队 李仁组织部长后 我们工作联系更频繁 我们都是外向性格,快人快语 故个人关系不错 北京科研所隶属市委组织部系统 我拱手作一说,来拜老大 山东大汉李其言热烈欢迎我 拍着我的肩膀 小言,我不懂理论,你就大胆地干吧 我不是你婆婆,组织部是科研所的娘家 有困难,来找我 此后在北京市的两年,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此日,我到北京科技干部局,向顶头上司 画术方报道 华原是首都钢铁公司出来的知识分子女干部 李锐1982年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 曾提到应该重用华这样的优秀干部 画术方是李锐即亲干工作的受益者 对很熟悉的我,自有好感 画坦诚相告,我是组织部副部长 部里的是要管,科技干部局的专职局长要全力以赴 要不是中组部为难你,我还不挂研究所所长的名呢 你就当你是正所长,放手干吧 我出到北京市委,就感到无比温暖 与中组部领导对我真是天壤之别,冰火两重天 我按下决心,古有侍卫之急者死 我应该是为之急者活,干活,绝不能辜负他们 北京清淡处长,好姐们陈伟兰 更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帮助我筹建新所的工作 科研所暂无所指,陈就在他处长办公室里加一套桌椅 我们共享一个房间 我开玩笑,门口挂上科研所副所长办公室的牌子 反正咱们都是副所长 于是,我就在王府井南面的中共 北京市委办公大楼的组织部楼层上任了 6-2为人财务房而奔波 1986年12月 我跑遍北京市各有关单位办理一个新的 独立机构所需要的各种必办手续 4年前,陈晕的一句话 在中组部内一个崭新的局级机构 清干局立马生成 中组部腾出几间房 5层大楼几百人 宽厕,给20人的编制 中组部无编制和经费限制 清干局一直没用到20人 调令发出 所需人员立即报道 谁敢卡住不放 而现在 这个横空出世的独立的科研所 为了他的人 财 物 房 我可就要费老鼻子的劲儿了 首先 到北京编制委申诉 15人太少 办公室主任 会计 出纳 司机 资料员等 辅助人员至少5人 科研人员 加领导才10人 还要承担中组部的 全国科研任务呢 编委主任反应 真快 那你 向中组部要编制啊 我软磨 好话说尽 开始硬炮 拿出市委书记办公会议 成立科研所的纪要 最后编制 增加到20人 其次 有人就要吃饭 该要饭了 倒是财政局去抢钱 有编制就好办 每年按人头 画拨行政事业款项 我拿着令件 市委书记会议纪要 骗鸡毛争取到上限标准 关键是开办费 讨价还价 最后争取到100万 同时申请到银行户头 私人阔绰 尽情消费 公家有钱 要骂没骂 计划经济 全靠指标 编制办和财政局是大单位 都有市领导分管 比较买市委组织部的账 物资局与市里隔着经纬的中间层 又是管紧俏商品的 六亲不认 穷横 富横 最后 通过市组织部里 从物资局调来的熟人 斡旋疏通 终于拿到小轿车 计算机 复印机 摄像机 照相机等等限制集团购买的 全部计划指标 过去常听说 管人 财 物的最牛 在中央组织部 我们见官大一级 不觉得谁牛 现在到市里 可有切身体会了 但是 还有比人财物更难搞的 那就是房子 实价上百万元的四合院 和小洋楼 买不起 租房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在北京市委大楼 几几间屋子 也不难 但是一个科研机构 长期在解放军站岗的 警卫森严的市委里 不利于与学术界的交流 和召开学术研讨会 最后 还是话术方所长 把他担任局长的北京科技干部局的 挤进大四合院中的一个小院 给了我们科研所 我对华说 正好 我们在一个大院里 便与你这个所长 对我们的直接领导 话术方 我说 中组部怎么不带见你哪 得了便宜还卖乖 找到合适的房子 立马走人 于是 在1987年春节后 科研所在东四北 六条正式挂牌开张 1987年1月 新华社发通稿 报道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干部问题的 北京组织人士科学研究所 成立的消息 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和 北京日报等全国各地方报纸都在显著重要的位置刊登 北京组织人士科学研究所十一字的名称 冗长绕嘴巴 这是我和陈伟兰自争辞着用心良苦的成果 如若 一 多一个是字 则局限在北京一世 丧失了对全国的指导意 一 二 少了组织 只剩人士 会被贬低为人士部系统 不言而喻组织部高于人士部 三 缺了人士 只留组织 就已为止研究党组织 学术界谁理你 四 科学是我们标榜的招牌 更不能丢 中组部系统简称 我们为北京所 北京市系统简称科研所 下文 即分别如是简称 我们在前几届大学选调生中 挑选了几个社科专业的研究人员 陈伟兰又把亲干处的业务骨干 支持给科研所任办公室主任 把几位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处员 充实科研所的研究力量 有了人员编制 在市里调人易如反掌 辅助人员很快配齐 但到北京市系统以外 调人太难了 过去与中组不清干局合作过的福国栋 和刘苏里 硕士毕业的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我们非常满意 特别希望调来 我到北京市后的第五天 就请来附刘二位 征求他们是否愿意来科研所 一起从事干部制度改革 他们欣然同意 市委组织部立即向政法大学 发出商调函 政法大学富函 教学骨干 坚决不给 我没辙了 在解决科研所的人财物 遇到困难时 经常是北京通陈伟兰出手相助 这次在北京势力范围之外 我只好请伟兰以陈云大小姐身份出面了 我们商定 以朴素的晚辈的面貌 低调出场 1987年2月13日上午 我和陈伟兰不坐科研所新买的小车 骑着自己的破旧自行车 顶着北京正月的呼啸北风 来到事先已约好的 67岁的司法部长 兼政法大学校长邹瑜伽 我们拿出广东茶叶 伟兰说 邹叔叔 前两天 广东朋友带来您家乡的土特产 您尝尝 几番交谈 我们诚恳谦逊的态度 让老人家不好硬推婉拒 邹校长最后表示 我在做系里工作 先放一人吧 要哪位 我们答复 资深稳重的福国栋 邹部长兼校长爽快地答应了 离开邹瑜伽 中午我和伟兰在路边小饭馆 吃了极简单的便餐 1986年底 伟兰帮我跑研究所的人财务时 有关局办经常留我们便餐 伟兰告诫我 说是便餐 不定怎么豪华呢 即使简单 传出去 说咱们求人家 还大吃二喝 讲不清 于是我们经常吃路边探 陈大公主没得说 真可以 那天下午 我们又到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所长徐连仓 加拜访请教 徐所长强调管理的三重性 及阶段性 科学性和民族性 我没听清 问 什么阶级性 徐湘细解释三性 对我挺有启发 我们聘请徐教授 为我所特邀顾问 他在此后的研究工作中 对我们帮助极大 次日伟兰与我商议 我们还应该去政法大学 找具体负责学校工作的校领导谈谈 这样有利于邹校长 与在校领导的团结 也有利于北京所与政法大学的长期合作 我佩服伟兰着眼大局 考虑长远 进一步建议 我约上清干局领导 显得更重视政法大学的县管们 17日 清干局任小兵副局长带领伟兰和我 到政法大学拜会阳克和干继华副校长 任局说 北京所视为中组部工作 是为全国干部改革做研究的 杨和干说 邹部长和我们谈了 今天你们俩又搬来中组部领导 我们会尽快给福国东办手续 刘苏里也少安排社会工作 客余可去所里 福很快到研究所成为首席研究员 在此后的研究中做出非凡的成绩 刘苏里作为我所首席客座研究员 也为我们的研究贡献了他特殊杰出的学识 随后科研所把福泰太从甘肃调进北京 解决了户口和住房 这一切都源于北京市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期间 我们还几次商调北大国正系青年教师王福春硕士 但是北大一直不放 此后 王金常与我们合作 在十三大的干部制度改革方案中 也有他的贡献 感谢陈伟兰 在研究所的初创时期 伟兰经常与我在一起 尽管我们认识二十年了 在亲干系统彼此配合四年了 但是最近两个月 我对他的了解胜过了以往 熟悉陈氏五兄妹的人 都认为陈元和伟兰最得奶腹真传 政治敏锐和思想深度在干部子弟中属佼佼者 但二人性格差异极大 陈元内向外冷内热不苟言笑 经常沉思 酷似其父 不熟悉者 以为他架子大 伟兰外向 热情洋溢 感情丰富 善于表达 极相其母 鲁迅的 一件小事 让鲁迅反思 伟兰的一件小事令我深思 某日办事后 我回到北京市委 与伟兰共享的办公室 推门不开 里面隐约有哭啼声 我到隔壁清干处副处长屋 他们说 刚才处理刘某的同学 从县里来看刘 大家聊起行事 这位香巴佬 褒贬了陈云 伟兰黑着脸出去了 我们都比他年轻 谁也不敢去劝他 我用钥匙打开伟兰的门 对他说 委屈了 就痛快地哭吧 伟兰像被欺负的小妹 见到撑腰的大哥 真的大声痛哭起来 边哭边大声地说 我招谁惹谁了 还好心给他 骑我爸的好茶呢 他竟当面说 我爸的坏话 我爸容易吗 二十年来 还真没见过他 如此势态 我安慰他 设身处地为你想 父母挨骂 是谁也受不了 我可能比你反应还强烈 伟兰就是吗 他逐渐平静下来 我可以讲理了 领袖有特权 就要被人议论 更难听的还有呢 当面听到了 感情上受不了 理智上正常事 俗话说 谁人背后无人说 哪个人前不说人 再说 咱们不也常议论老邓 小平吗 伟兰擦干眼泪 拉着我 给处理人 布置工作去 他还真讲理 拿得起 放得下 六杠三在中组部 打响第一炮 1987年1月 我首次以北京所的身份 参加中组部 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干部工作 新方法协调会 中组部副秘书长刘泽鹏 和清淡局长李志明主持会议 山东省委副书记江春云 常委贺国强和张全景 三位后来都进入党中央 与会 各省参会的加上山东各地市 共计约百余人 我虽然离开了中组部 但是他们从未把我当外人 照样很用 年前 在我紧张地筹建北京所时 还经常到中组部 去参与协调会的筹划准备活动 会议进行中 我在会下参加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工作 在会上介绍北京所的业务 大打广告 我们撰写的 加强干部工作的理论研究 为发展组织人士科学而努力的万字长文 作为此会的唯一文件 引发与会者学习 会后 此文在全国组织系统引起重大反响 许多省委组织部的 祖公通讯 转载 与会的各省亲干处的人 大都很熟悉 非常高兴组织系统 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 他们说 你干这个科研所 人尽其才 众望所归 比到外系统 当的烂局长 有意义多了 大会根据各省意见 决定成立 由中组部领导的 北京所负责的 全国组织人士科研信息网 要我们定期 出版内部刊物 网讯 中组部 还从由国家科委申请的 40万元课题费中 向征信的拨5万给北京所 我不客气 还不够色牙缝的 刘泽鹏 给你点精神鼓励 塞你的臭嘴 当即向北京所赠师 万花开处松千尺 众鸟鸣石鹤一声 饮为大会的家谈 一周前离京时 关于胡耀邦的不利讯息 分探而至 现在山东开会 和旅游时 楚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 我不断向山东省委的知心朋友 打探京城 传来的小道消息 与各地清淡哥们议论纷纷 忧心忡忡 15日上午礼鲁 下午抵京 不回家 直奔北京市委上班 在与陈伟兰共享的办公室里 我得知预料之中 而又最怕证实的消息 1980年党的最高领袖更迭后 果真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 七八年再来一次 六杠四胡耀邦被迫辞职 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 1987年1月16日 经过半个多月跨年度的 庙堂的暗箱运作 江湖的窃窃思议 底牌终于亮开了 上午 党的机器高效精密运转 不经过任何传统的 和现代的新闻媒体 假装不让外国人知道 自中央最高层 经过省市县乡各层 机关则是 布局处科 口耳相传至平头百姓 全国各级人民都先后被传达 今晚七十重要新闻 必须组织收听收看 看后讨论明日汇报 下午 北京市委的大会议事理 李熙明书记 向市委机关 触及以上领导干部 传达政治局 扩大会议精神 总书记胡耀邦引咎辞职 赵紫阳总理代理总书记 当然还有耀邦的几大罪状 最后李书记代表北京市委 要求在座的是 局处三级干部 在此关键时刻 务必在政治上 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大会结束后 组织部的三十几个部长 和处长小会讨论 李欺言部长主持 他说我上午 在市委常委会上已表态 现在再次表示 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随后 一直为高低顺序发言 基本就是同一句话 播放录音式的 拥护中央决定 李最后说 没有不同意见 散会 整个讨论不到十分钟 我当时就联想起七年前 在煤炭部讨论 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时 大家畅所欲言 多数人真心拥护 拥护 少数人如山西籍同事李某 执着的清新华国锋 我讥讽他 你真像李大钊之子 央行行长李宝 宝 华呀 李同事学着我的东北英 反唇相机 没有华主席抓四人帮 你和你老爹 还不知在哪嘎达憋屈着呢 一句话也得 伶牙历齿的 我牙口无言 众局长处长 哄堂大笑 可见当时的政治空气的宽松 今非西比啦 当晚七时的新闻联播 播音员一改往日的西服 为中山庄 大家都知道 胡耀邦提倡 并身体力行穿西服 因此议论纷纷 有好事者投书报社质询 数日后 报纸不能自圆其说的此地 无垠忽悠一番 恰巧那天 我去中组部 崔武年记录了我们的对话 我拿报纸 问颜淮 做何理解 颜淮一笑 置之一边 说 怎么理解都可以 但从理论上讲 你要跟党报上的解释 保持一致 我的83个月 319页 这说明当时我们对中央不满 但作为高级党务部门的党员 又被要求与中央保持一致 只能无奈地调侃保持一致了 第二节 薄一波王镇 召集七高干子弟座谈会 6-5 大年初二的中南海座谈会 1987年1月30日 春节初二 陈元和陈伟兰 约请我去他们家共进午餐 并说 下午有几个好朋友聚一下 午饭时 和陈家兄弟姐妹 及其爱人孩子 十几个人有说有笑 边吃边聊 他们说 文革时 你和元儿一起反革命 现在又和伟兰一起干革命 你和陈家有缘啊 来 干一杯 陈元挡架 下午我们还有个小会 就和孩子们一个档次 喝饮料吧 饭后 我和伟兰到陈元房间 陈元帝给我一个名单 说 薄一波和王震 邓小平任主任的中顾委的二位副主任 让我找几个人 今天下午 座谈一下 了解我们年轻人 对当前行事的看法和建议 你挺有想法的 一块去谈谈 还有这几个 你都熟悉 我看名单 是承报两位老人的 上面有 陈元 刘泽鹏 秦晓 毛熙成 王岐山 张延忠和我共七人 姓名后面有年龄和职务 除送客荒在广东 我们在京的布尔什维克四人帮陈刘延都齐了 秦晓是送任琼秘书 也是陈元系的 我和陈伟兰 在北京旅游局搞干部制度改革试点 与薄熙成局长难熟 王岐山在莫干山会议后 我们接触平凡 中共元老张鼎成 长女张延忠 是我清华朋友 张泰山之姐 认识二十年了 我问伟兰 怎么没你 伟兰 陈家不能出两个 你算代表我 我赶紧说 咱俩看法不尽相同 我可代表不了你 你更能代表你 两点半 刘泽鹏来了 聊了几句后 陈元 泽鹏和我 向北走到中海附近的 中顾委常委的小会议室 其他四人也先后到齐了 我们留出正面的沙发 散坐在周围三面的沙发上 茶几上水果 零食 茶水和毛巾 当然齐备 约三十 薄 王二老在秘书陪同下来到了 薄一波主持座谈会 最近我们更换了总书记 制止了继续向自由化下滑的危险 其中王老 博指指王震 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想了解你们有什么想法 小萍也让我们找孩子们聊聊 王老你说说 王震战颤悠悠的说 这主要是一波的功劳 当然还是小萍长的多 今天来 就是要听你们说 我们几个互相推让 最后照例 还是陈元先说 陈当然讲了与党中央 高度一致的看法 陈元对要帮不稳重的作风 干预经济改革的做法历来不满 主要源于1983年的一段公案 6-6陈元对要帮不满 1983年1月 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 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 提出一切战线 一切地区 一切部门 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 要把农村改革的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 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 改革必须触动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 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 2月16日 胡乔木反对发表和下发胡的讲话 对人民日报负责人说 要帮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不相符 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就是很大的问题 2月18日 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 陈云批评要帮的一切战线 一切地区 一切部门 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 说要帮不懂经济 胡乔木建议召开中央会议解决胡要帮的问题 他对要帮说 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 也不要消极 邓小平没有讲什么 只是说到此为止 胡照格局不能变 1983年春节前后 陈云几次与我聊天时 都批评要帮的讲话 与重视合法程序 谨慎稳重的父亲陈云一样 陈云此前告诉过我 陈云对抓捕四人帮 讲下不为例 并坚持要公审 说这样才能合法关押 陈云认为 十二大闭幕 刚四个月 未经任何党的会议 要帮做出突破 十二大精神的城市改革的决定 并且当时负责经济的赵紫阳总理 出国访问 胡不与赵商量 就草率讲话 陈云还抱怨 耀邦的承包进城和一包救灵 使我们基层搞经济的非常被动 农村承包效果非常显著 城市承包条件还不成熟 如我们的西单商场 能承包给谁 中组部传达胡耀邦的83年式 全面改革之年时 令激进的我激动 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 我与陈云有的一拼 但经济是我的短板 在经济硕士又有一年 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他面前 我只有公厅的份 并认为有些道理 说回到薄一波王震的座谈会 陈云发言后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 七嘴八舌随便聊 我琢磨 在这屋里 我家庭背景最弱 职位较低 开始时只听别说 但是陈云不会白让我来听会的 要按打复稿 果然陈云没放过我 指着我 言怀你说说 众人都知道 我与正统陈家的二十年渊源 以及和异端李锐的密切关系 也都让我讲 我先穿靴戴帽 讲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套话 然后画风一转 我到了北京市 发现一些问题 我在耍滑头 在中央大员钱包匾 北京风险小 批胡耀邦 反自由化 千万别搞成运动 北京当年 批判邓小平的右倾方案 多大阵势 1983年 清除精神污染 不许披肩发 和高跟鞋进市委大楼 天怒人怨 现在又有苗头 基层搞运动轻车熟路 得心应手 另外 也别扩大话 北京的共青团派干部 有点灰溜溜 整过头了 将来再纠偏 太被动 在北京市 不受李锡明书记 和陈希同市长重视的陈元 和薄熙成 也附和我 批评北京市领导 6-7 议论中组部长等人的去留 在一般性议论后 薄一波把话题 转到中央关键岗位上的 具体人士方面 主要由薄老表示不满 王老偶插话 表示同意 和补充势力 若被二老批评的某人某事 撞到遇会某年轻人的枪口上 这孩子 就锦上天花一番 薄一波首先拿王赵国开刀 中央办公厅主任 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没有地方党政工作经历 怎么能当好全党的大管家 应该下放到地方锻炼锻炼 刘泽鹏跟话 当年要帮推荐王赵国 当中组部长 被陈云和宋任琼拦下了 我已听说 王在帮助要帮的生活会上 揭发胡之事 对王兴怀不满 也跟着敲锣边 胡提唱穿西服 王说不穿西服 不许进团中央大楼 清屋时 又嫌女士的西服裙太短 他忽左忽右 政治上不成熟稳重 会后 王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的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兼中办主任位置 调到福建省任二把手 省长 薄一波接着狠批猪厚则 中央宣传部长 什么宽松 宽厚 宽容 完全是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三宽 猪就是自由化的急先锋 一定要拿下来 意识形态宣传领域 务必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王震 我1953年进北京 半年还没认清各机关的门 没搞清各部门的人 猪厚则来中央三天 就敢到处指手画脚 指责批评 就仗着要帮撑腰 立刻把他撤掉 没过两天 猪就变成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 最后议论最重要的中组部长 用了较长的时间 薄一波 中组部长 魏剑行没什么问题 也没什么本事 这么重要的位置 还行吗 你们怎么看 我们七人中 四人与中组部 关系密切 陈元父亲 一直关心中组部 刘泽鹏和秦晓 是中后稳重的老中组部长 宋任琼的前后两任秘书 他们表态容易被误解 是首长的看法 所以都说 严怀在魏剑行领导下 工作很长时间 对中组部中下层 干部的意见很了解 我只好勉为其难 魏部长工作勤奋 忠实执行中央指示 立任部长中资历最浅 没有深厚的人事背景 所以没有创造性的突出政绩 但是也不读出心裁 另搞一套 负面评价是魏剑行 魏剑得行 无为而至 无为而观 其他人也都同意我的看法 王震 魏剑行确实比较弱 平调一下 换个强的 你们看谁合适 心直口快 毫无城府的张言中 张口就来 李东也挺好 这么重大的议题 除他之外 谁敢先说 众人无语 陈渊不客气 久久 张言中小明 我们圈子中 都这么叫他 你就只认识你们原来的野精部长呀 刘泽鹏第一次正式郑重发言 我给宋任穷部长当秘书时 接触宋平较多 他挺合适 我看见陈渊在微笑 心想肯定是陈渊的意见 陈渊会前向刘焦带过 薄一波直接问 陈渊 你看呢 陈渊慢条思理 娓娓道来 宋平做过周总理秘书 董正志 当过省委书记 有领导地方的经验 现在是纪委主任 董经济 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董经济的当中 组部长挺好 他还是副总理级的国务委员 任中组部长 表示现阶段 中央更重视干部工作 调走第一级的魏建行 也顺理成章 陈渊说的面面俱到 滴水不漏 你不佩服他都不行 其他人也都附和着说 宋平是最合适的人选 不久魏建行 调任监察部部长 宋平任中组部长 秋天十三大进入政治局 两年后为政治局常委 我在座堂会上 认为在野津部工作的张九九 对其老首长情有独钟 后来得知 刘泽鹏事前 曾让清干局某处长 向中央写信 推荐宋平和李东野 原来李东野 是陈渊为宋平准备的备胎 熟料被九九当作首发 差点坏了大事 座堂会结束天已黑 我回陈元家 取出自行车 谢绝他们的晚饭 静止回家 四日 崔五年来家 我减述了前日的座堂会 崔在我的八十三个月 三百一十九页 记录了此事 第三节 组织撰写干部制度改革思路 6-8在薄熙城的旅游局试点 1987年2月 北京组织所在东四六条的小院里 召开第一次全所大会 我宣读并讲解了 1987年工作要点 这是我外跑爆童的中央正改办 曹志的中组部研究室 和陈一兹的提改所取经 内部征求 我所各位骨干的高见 精心起草的 被陈伟兰评价为 刚领性和指导性文件 当年科研工作 主要是两个方面 其一理论研究 推出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总体设想 由福国栋负责 其二改革试点 在北京旅游局 推行干部制度全面改革 由王深负责 王深 1983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 进入北京清干处 他与中组部长期合作 是把现代科学知识 引入干部工作第一人 陈伟兰高屋建林的谈了 干部制度建设 比干部人头管理更重要 而科学的理论研究 则是制度建设的基础 我们所是中国唯一的干部研究所 应该成为中央干部问题决策的智囊 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急先锋 北京所内外的知情人都说 严怀是所长 伟兰是政委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们两个正处级的副所长 还要尊重大两级的正局级的华术方 正所长 会前 我和伟兰请在隔壁科技局办公的华局长 参加首次全所大会 他说 你们自己开吧 我全力支持 会后 我们汇报 他说 去向齐言部长谈吧 他分管你们所 是日下午 我和伟兰到市委大楼 向李部长汇报 并提交一份工作要点 齐言 还是一贯的豪爽作风 把截指的 要点 瞟了一眼 往抽屉里移放 粗声大气的说 甭详细谈了 这几千字 我也没时间看 你们俩的事 我都支持 年度计划算是汇报了 我也同意了 你们回去 放手大胆干吧 聊聊几句话 短短几分钟 我们就被心情舒畅的打发了 此外 我们所 还要承担中组部的干部选拔 考核 培养方式和方法的 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研究工作 他们不敢公开说民主化和科学化 只好称新方法 正如崔武年在 我的83个月 322页记载 87年2月 我和任小斌 找颜淮和王深等 一起讨论了好几次 干部工作 新方法研究的指导 和协调问题 很多事件 就委托颜淮那个北京组织所代理了 北京市旅游局长薄熙成 薄一波幼子 年轻有为 是北京最年轻 的36岁局长 锐意改革 是我和韦兰的好朋友 薄乡改革用人制度 我们想 找个局级单位试点 双方不谋而合 一拍即合 副局长卢斌 原外贸部副部长卢旭章之女 兼任华都饭店总经理 他愿拿华都开刀 干部子女都想改革 又不怕失败 于是 我们就有了一个大型处级企业练手 这个 经济系统领导干部考试任用的课题 作为1987年终组部直接管理的课题 被中国社科院列为75计划重点课题 从2月起 我们在旅游局与博局 卢副局 及局干部处长等制定改革试点方案 到6月的改革成果汇报会 4个月中 除在旅游局机关和华都饭店 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试点工作外 我们还先后在民族北京京轮前门等几个饭店 国旅中旅清旅三个旅行社的北京分社 首都汽车公司等北京旅游局直属企业 召开了11个座谈会 发放了300多份问卷 取得1万多个资料 对192名领导干部 进行了23个方面的测验和考试 6月 我们在北京旅游局召开改革试点成果汇报会 与会人员是中组部任小兵副局长及几位处长 北京组织部华树方副部长代几位处长 旅游局薄熙成卢斌和各处长 北京索陈伟兰王申福国栋和我 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 362页亦有记载 随后我们对这类企业的人事管理 提出一整套整顿改造方案 包括考试录取成长培训和考试晋升等 内容 年底提交中组部在其1988年5月的昆明会议上 通过鉴定获得好评 6-9干部人士制度改革思路 1987年初新华社发出北京组织所成立的通稿 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的报纸按规定都全文刊载之后 有一些读者来信议论 组织人士不就是干部工作吗?管好干部不就得了?哪需要什么科学研究? 根据报社回馈的意见 由我主笔起草了题为 加强干部工作的理论研究 为发展组织人士科学而努力 得理论阐述性万言长篇文章 为干部工作证明 为组织人士科学研究造势 为我所做广告 此文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动态》 《第十七》《87年3月6日》和《理论信息报》《87年3月23日》等报刊发表 2月开始 我们集中 主要经历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的研究 研究团队有 我所研究骨干 福国栋和王深 客座研究员 政法大学的刘苏理 和北京大学的王福春 两位青年教师 这四位老三届 具备政治学 社会学 心理学和法学的学术背景 又有工厂农村的实践经历 再加上 陈伟兰和我 两个年轻的老祖之部 可谓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老中青三结合 40-60年代出生 的六人小组 我们收集了古今中外 各种公开出版 和内部机密的人事制度的资料 主要参考 现代欧美资本主义 和苏东社会主义的人事制度 特别查阅了中共建党以来 各个历史时期 干部制度的秘密档案 有几位硕士 分段撰写 我们六人小组集中讨论十余次 最后在四月中旬 由福国栋执笔整合完成出稿 4月21日 我和陈伟兰 应邀到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 谈干部制度改革 我讲了三个多小时 伟兰插话补充 由于政改办们缺乏干部工作的实务 他们事前 又没有研究我们的方案 故会谈结果不甚理想 当天的日记 我记载 很多问题看法有分歧 4月28日 我把出稿 送交中组部刘泽鹏和崔武年 请他们修正 我现在已无这个出稿 好在崔武年在 我的83个月 340至342页 有详细记载 岩怀送来 中国干部人士制度改革思路 对我来说 这是看到的第一份 关于干部制度改革的整体构想 下面是我当时摘录的恶药部分 崔引用1500字之多 我只录标题 感兴趣者 可查崔书 1 现行干部制度特征 1 党掌握全部人士决策权 2 国家干部体系庞杂 缺少分类 3 人士管理单一化 行政化 缺少监督 4 缺少现代的 科学的理念 2 产生现行制度的原因 1 革命战争 2 计划经济 3 苏联模式 4 中国传统文化和官本位 5 列宁的国家学说 3 改革的主要原则 1 改变重道德性的自我约束 轻制夺性的外在规范 2 保证政府效率 3 社会精英发展多元化 4 扩大民主与政治稳定 5 人民当家做主 6 改善与加强党的领导 4 改革的目标模式 抛弃国家干部范畴 建立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 其主要特征是 1 科学分类 为政务类和事务类公务员 事务类实行职位分类 2 政务类选举产生 在任期内实行人大信任投票 和民意评价的广义考核 事务类由社会公开考试竞争进入 实行严格考试的常任制 3 党务干部分别参照政务类和事务类公务员管理 4 分类管理的公务员制度 体现了民主与效率的统一 稳定与发展的统一 5 主要工作 1 对现有干部分解为党 政 企 市 群五大系统 党政系统如前所述 2 企业人士管理应灵活性和多样性 以利于资产增值 事业以聘任制为主 3 社会群众团体 要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 正当地影响政府决策 负责人 因选举产生 要消除目前严重的国家化现象 4 对人事决策权 进行科学分解和合理配置 各人的择业权应充分尊重 用人单位的选人权应合理界定 人事部门的管理权应有效保证和监督 崔锦接着说 这个改革思路对我影响很大 我的接受有个渐进的过程 开始觉得它离现实非常遥远 后来又觉得是贴近实际 基本可行 后来我也参加了修改 最后形成了报道中央 13大政治报告 所吸纳的 关于我国干部人士制度改革的设想 崔武年这位改革的激进派 初始都认为 我们的思路 非常脱离中国现实 可见这个改革方案的大胆激进 1987年5-7月 北京所六人小组对改革思路 进行了多次讨论 仔细推敲 字真句拙 反复修改 最后完成题为 关于我国干部人士制度改革的设想 约6000字的定稿 后期的讨论 吸收刘泽鹏和崔武年二人参加 他们在此 方案上报中央的可通过性 下发地方的可操作性方面 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文件最后的说明是 参加本文写作和讨论的 有上述八人 6-10抨击石壁 鼓吹改革 中央书记处五月决定 中组部新领导士 部长宋平 副部长吕峰 孟连坤 刘泽鹏 原部长魏建行 调任监察部长 原副部长何勇 调任监察部副部长 曹志调任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 6月中组部干部 教育局召开东北和华北干部教育会议 我在中组部时 与干教局联系不多 到北京所候名声外洋 我应邀预会做了 发展干部培训刻不容缓的重点报告 明确提出 培训不同于教育 教育是增长知识 看几本书就对付了 培训是提高能力 需要专门技巧 通过培训可以学会管理 增强领导水平 在干部管理上 培训是薄弱环节 期待改革与完善 你们干部教育局应该更名为干部培训局 把工作重心由教育转移到培训 同时 我还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和实施方案 会后 北京组织所又在我讲稿的基础上 进行了系统研究 于年底发表论文 发展我国干部培训刻不容缓 北京所科研动态 第七期87.12 此文被中组部列为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的必读文件 中央正改研究室在其正改动态 1988年第一期转刊此文 供政治局参阅 8月 中组部在浙江省交江市 进行县级党政领导民主测评考核试点 考核试点工作组由中组部的三个局和北京 上海浙江等十省市组织部的几十位干部组成 我代表北京市 首先由浙江市委常委和政府市长在大会数职 其次由市委全体委员 市人大常委 各部委办局和各乡镇主要领导 共计178人分组评议 最后178位评议人分别匿名填写我们设计的评议表 评议项目是把德能勤计四大项分解成几十小项 每小项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 地委组织部把评议表数量化统计后 向市委和市政府回馈考核结果 中组部试点工作组在所有程序完成后 向与会的200多人发放了现场问卷调查表 其中包括这次考核的合法性、可行性、有效性等20多个项目 1988年以后 中组部总结交将经验 在全国对县处级干部、部分省市和中央部委对地局级干部 实行年度测评考核 在干部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 在现有体制下取得制的进步 中组部和我 彼此双方在干活上 从未当外人 尤其在制度改革方面 例如此会 更是如此 会前筹备 会中指导和大会总结 都不让我清闲偷懒 在闭幕式上 我又做了长篇发言 简要介绍了北京所的研究成果干部制度改革思路 大篇伏地抨击现行干部制度的弊病 感谢崔武年 又在我的83个月的377页 有600字记载 扼要如下 言怀说 北京所正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的思路和框架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是从对现行管理体制的分析入手 它具备三个负面缺陷 第一管理主体理论的高度集中 而实际是高度混乱 第二管理课题 干部概念的非常混沌 而实际是高度观本位 第三管理机制 体制的极端僵死 而实施时是普遍的随意性 所以 改革的必要性是非常明显和急迫的 对现在正在举行的一些改革措施 我的认识是 一德才测评 理论上不科学 但在实际工作上级具启蒙意义 要进一步科学化 二民主评议 设计思想上没有突破 但对干部工作的民主化进程 却有意义 三民意调查 从社会学角度为干部工作的单一方法 提供补充 但因为缺少法理的规定 局限性很大 四 领导素质的提法有虚假性 任何人经过培训和锻炼 都可成为领导 所以说什么素质是领导素质 什么不是缺乏科学依据 飞回北京时 陈伟兰乘所里小车来接机 回程路上 伟兰递我火车票 说 市委组织部 让你去北戴河疗养 休假十天 明天早晨的火车 我不好意思 刚到北京 还没干出什么 指标让给所里的老北京们吧 我也假装了一个牌方 伟兰 是处长的指标 不能便宜其他处长 再说 我也跟家里去北戴河 咱们在那 还可以好好聊聊 下午我回所里 处理离开一周 积压的公务 次日赴北戴河 期间 看望了中组部 疗养的朋友们 更多是与陈伟兰互访 讨论研究所工作 和畅聊胡侃 甘肃省委8月下旬 召开甘肃干部理论研究会首届年会 以及甘肃 江苏等八省干部研究协调会 两个会议重点 都是讨论改革议题 月终电话 邀请我去做专题报告 我在北戴河得知后 请所里回复甘肃 我近日太忙 可否另派研究员附会 我回锁上班时 办公室主任说甘肃 还是希望我与会指导 我集电话甘肃组织部 对方把电话转给陆浩 1985年 我去甘肃考察第三梯队时 与省委副书记 清华老领导刘斌 故人节后再见 格外亲切 与其秘书陆浩 基本同龄 政见相似 一见如故 现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陆浩 热情洋溢 听说你们搞的改革思路 很有深意 我们的两个会议 都与你们有关 沿海的浙江 你能去 闭塞的甘肃 就不愿来了 上次在张晏 你还说甘肃 是第二故乡呢 我还能推辞吗 8月下旬 8月下旬 飞抵兰州 我在两个会议 合开的大会上 宣讲我们定稿的 改革设想 并回答有关 和无关的各种问题 会后的反应是 三个真 你们真胆大 真敢想呀 真能这么改就好了 随后 我在干部理论研究年会宣读 加强干部工作理论研究 为发展组织人士科学而努力 得论文 这符合研究会的宗旨 是正面的正能量 次日是年会的自由发言 陆浩会前对我说 听说你在浙江奖线型制度的弊端很尖锐 大会留一小时 你放开看 我就在会上大放厥词了 把干部管理机构的极端混乱 干部队伍的非常混沌 和高度观本位 管理体制的异常将死 和执行的随机任意性 三个方面的弊端 淋漓尽致的揭露抨击 最后我说 斯大林奖共产党员 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而中组部的党员 就更加特殊了 中组部的会计和出纳 若合二为一 既节约了工资开支 又提高了我们报销拆旅费的效率 但是财务制度不容许 它的深层精髓是 每个人都可能变为贼 不管你是什么员 不要姓主席说的六亿神州 静顺瑶 要建立制度 香港警察 不许在自己辖区买东西的制度 既避免了商家行贿 又防止警察受贿 我放开的胡侃神疗 引来不断的笑声和掌声 二十多年后 甘肃朋友见面 还笑谈那次反动宣传 会后去了甘南藏族 自治州和刘家辖水库参观游览 第四节 赵紫阳批示 设想纳入十三大报告 6-11 紫阳批示 爆童座谈 干部制度改革的研究报告 7月底定稿 8月初 在北京所 科研动态的创刊号上 正式刊出 因为研究报告 被总书记赵紫阳批示 所以我详细介绍 一下该刊物 其首页自上而下 有这样的文字内容 内部刊物 科研动态 第一期 北京组织人士科学研究所编 1987年8月6日 关于我国干部人士制度改革的设想 讨论稿 北京组织人士科学研究所 干部人士制度改革研究组 后面是六千字的研究报告 五个部分的题目是 一实现科学的分类 是人士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 二人士制度改革的重点 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三 其他各类组织人士制度改革的构想四 实施步骤 五若干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 刊物发送中共中央有关单位 和各省市委组织部 8月下旬 我和陈伟兰从北戴河回京后 我们的心血设想送出半个月 上层没有任何反应 我有点着急 伟兰说 你安心去甘肃开会 我去找找中组部长宋平 9月初 我从兰州回京 行事急转直上 我看到在北京所的科研动态 首页有两段批示的复印件 中组部长宋平 在首页最上方的空白处批示 紫阳同志 这个设想的思路 我看是对的 大体同十三大报告 草稿 得精神相符 如 你能抽空看看 给些指示 将是对此项研究工作的有力支持 在首页的右下角 有中办秘书局1987年9月2日的收文印章 总书记赵紫阳 在宋平批示的紫阳二字处画一个圈 一条直线画像首页中间偏左处批示 抱同同志愿 请考虑吸收其中一些好的意见 把政务官列入公务员范围 似有道理 并告宋平同志 9月3日 赵紫阳秘书抱同在由赵紫阳批示的科研动态刊物前 附了一张印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便监 上写 宋平同志 送上紫阳同志 在您送来的材料上的批示的复印件 我们正在组织 几个同志 对这个材料 做进一步研究 敬礼 抱同九分之八 总书记批示了 各有关的党务机器迅速运转 1987年9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 正式约请北京所的陈伟兰 福国栋 王深和我 中组部刘泽鹏和崔武年 讨论我们的改革设想 抱同让我先去聊聊 下午二时 一见到抱同 我就交给他一张八开的 现有国家干部 对务分类管理图表 因为太大又太专业化 故没有附在科研动态刊物的设想 文章后面 图表纵向把现有国家干部 分为政务类公务员 事务类公务员 党务 企业 事业 社团 六大类 共十五小类 横向分别是分类方式 适用法律 产生方式 任职期限 考核方式 管理机构 责任性质 价值取向 人员类型 一共是九个项目 图表的十五乘九 一共一百三十五项内容 把我们理想的人事管理模式 形象的描述的一目了然 清清楚楚 抱同边看边点头 连连称赞 看完后说 你们把庞杂混乱的干部队伍 书里的脉络清晰 像大雨治水一样 调理清楚 我们搞了一年 也没搞出这样一张表 照这样改革和管理 我国的人事工作 很快就会走上正轨了 抱同秘书说 太好了 快去复印一百份 咱们正改办人手一份 再给中央和有关单位送点 在会前和会后的聊天中 抱同谈了紫阳 和他对时局和体制的一系列 既真实又深刻的看法 照 抱二人这些观点近年 已先后在海外出版的书刊上分别发表 我不再重复 只举一例 抱同说紫阳对党的领导是这样设想的 党中央通过 在全国人大国办数的党员代表制定的法律 领导全国事务 地方党委只有保证和监督的职责 企事业党委就是服务性行业 党委书记一周 从事党务一天 其他五天干你本行 你是工程师干管理 是工人到车间干活去 党务人员工资和党务活动经费 由党员所交党费负担 我当时总的印象是 赵和报的思想真超前 真激进呀 和我这个奋亲太合拍了 我喜悠参半 在他们领导下的中共和中国有希望了 悠 幕后掌权的邓小平和陈云 前台长到的薄一波和王震 能容忍他们进一步的表现和暴露吗 三点钟 座谈会正式开始 我先介绍了我们的指导思想 和设想的精髓 以及上不了台面的反动意图 既然在党中央军委 外成立了国家军委 尽管是同一套人马 党军名义上变成国军了 公务员制度 就应该使党的干部变为国家的干部 在人事管理上釜底抽薪 让党少管官员 真正做到全面的彻底的党政分开 政务类官员的选举 使其具有民意基础 接着 福国栋谈了 设想的学理 依据和技术性问题 由于近几个月 经常和正改办的朋友们 议论时局和干部改革 思想已经比较接近 而中组部的刘泽鹏 和崔武年参加了撰写 因此随后的讨论中 大家对设想 基本是肯定的意见 更多的是对现实干部管理的制度 和实务的抨击和绩效 暴同最后总结 既然宋平慎重全力的推荐你们的设想 紫阳就认真仔细的看了 他也觉得不错 可以写进十三大报告 你们在中国引进政务类公务员是创举 过去没人提出过 也不敢写进党的文件 这位真正的民主选举闯开道路 紫阳只有一点意见 事务类公务员不好听 有我们常说的事务主义的嫌疑 是个贬义词 给人以官僚主义和目光短浅的印象 改成业务类型不行 机关干部就是从事具体业务工作的吗 业务类是中性的 党内容易接受 你们北京所回去把设想 压缩到一两千字 作为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的第四部分 干部人是改革方面的草稿 6-12我们的设想被纳入十三大报告 9月16日 我们把压缩成1400字的 4-改革干部人是制度交给爆童 它最终成为赵紫阳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 政治体制改革的第四部分的1400字 其内容只有个别技术性修饰和措辞的润色性小改动 当然是把事务类改为不伦不类的业务类 国外的副部长分为与政党和部长共进退的政务次长 以及由司局长升任的常任的事务次长 我们建议的公务员制度仅仅在这方面 不能与国际的通用名称接轨而已 座谈会后的情况 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383页有记载和感想 北京所的设想后来成为十三大报告干部人是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特别是关于对干部实行分类管理 建立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分政务类和业务类 建立广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设想都有积极的明确的建议 中国有幸十三大有幸 干部人是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靠陈仓小路得以解决 靠有现代观念的赵紫阳的不慎明确的批示得以解决 有了领袖批示新华社闻风而动 1987年9月16日 公正赴国籍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 若某期内容牵涉到某省 则著名本期增发至某省委书记 以北京组织人士研究所 提出在我国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构想 为题目多达2000余字的长篇报道 10月5日 公地诗集阅读的《内部参考》转载 10月6日 县团集可以看的 省委组织部干部都能看 《内参选编》39期 摘要600字再转载 11月1日 十三大闭幕 政治报告公开 广大中层党政干部要求看到北京所 设想的更多内容 《内参选编》42期不得不有全文 刊登了2000多字的详细报道 我的朋友 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肖家宝 是上述个报道的作者 我感谢他的助力 肖说 没有子杨的批示 你们能上线团集的 《内参选编》就不错了 有关你们的一篇 2000多字的长篇报道 在新华社三级内参上 反复刊登四次 空前未有 恐怕也要绝后了 领导科学月刊1988年第一期 首次公开刊登了 《我们提交中央》 被赵紫阳批示的 《关于我国干部人士制度改革的设想》的 6000字全文 和具有135项内容的干部分类管理图表 文章前面的编者案写明 此文系北京组织人士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 起草13大报告有关部分时 曾作为重要参考材料 现在本刊全文刊登 供广大干部学习13大文件时参考 文章附了我们几位起草者姓名 就是这个编者案公开了 北京所的研究报告 是13大关于干部制度改革的的蓝图 使我们研究所名声大振 我和陈伟兰两个处级小力 协同四个青年学者搞了个研究报告 靠伟兰走后门 让中组部长 批请总书记给些指示 结果我们几人的设想 成为领导中国 十亿人民的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党代会的 指导全国 今后五年工作的 最重要的文件 政治报告的一部分 我们靠领导批示得逞 但对他却多有微词 崔武年在 我的83个月 385页说 私下里 我和阎怀议论过中国领导批示 说句实话 公为的少 不敬的话多 领导批示中国随处可见 得益者和得害者 都不计其数 大到重要政治问题 小到个人生活待遇 最后都要依据领导批示 取得合法性 才能行得通 办得好 领导批示大于法律 大于政策 许多法律 因领导批示 而无法执行 许多政策 因领导批示 才能落实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领导机制 和政治体制 我们是否得了便宜 还卖乖 1987年11月 中组部吕峰副部长 传达十三大精神 主要是 十三大的主要任务 是加快政治改革 就是要从党的一元化领导 转变为党政分开 十三大报告 是完善的 成熟的 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 十三大的意义 可能超过1945年的七大 但是 十四大以后 历次党代会 在政治改革上 没有进步 反而逐步倒退 邓小平 在决定撤掉赵紫阳的1989年5月31日 在 佟李鹏 姚依林的谈话中 斩钉截铁地说 十三大政治报告 是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 一个字都不能动 事实呢 现在若说的绝对点 就是 一个字也没执行 在公务员制度方面 1992年3月人士部长说 我国的公务员制度 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 政务类与事务类的划分 副部长以上为高级公务员 政司长以下 副处长以上为中级公务员 科长以下为初级公务员 1993年公布的公务员条例 即是按高中初三等级分类法 这完全倒退复辟到建国后 一直执行的部长以上 局处长科长以下 分别是高级中级和初级干部的等级管理制度 官员的选拔完全恢复了任命制 干部的人身依附 只为上命罔顾民意的弊端 显露无遗 这哪有一点现代 人士制度中分类管理的影子 我们的心血 富之东流 前功尽弃 但这与整个政治局面的大倒退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 政治制度是皮 人士制度是毛 皮之不存 毛江烟覆 政治制度不做根本的变革 不民主化 干部人士制度不可能优化 即使侥幸选一些优秀人才 也迅速腐化堕落 现在实力比比皆是 无怪呼暴同说 我若还在体制内 肯定也是贪官 制度害人啊 十三大后 我和北京所的同事 又陆续联名发表了几篇研究报告 主要有 发展我国干部培训刻不容缓 北京所科研动态 第七期 从现行国家干部制度走向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 北京祖公通讯 八十八年第一期 关于我国干部人士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中国行政管理 八十八年第一期等 同时期 我还应邀到各地讲课 宣讲我们起草的十三大精神 真编实弊 大力鼓吹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的全面彻底改革 既有 1987年11月24日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中国行政管理 杂志八十八年第一期有报导 十二月五日去广东组织部 六日在深圳组织部 八日到深圳的全国公共关系协会年会 二十四日去河南州口的中组部课题协调会 二十八日在河南组织部 1988年3月去北京机械局党校 三十日在北京组织部干部教育会议 四月初去河北省委党校组织部长培训颁讲课 他们全程录像在省内党政机关播放 河北党校不但负责这一周的十速交通费用 还给我二百元讲课费 我婉拒在组织系统还没拿过讲课费 我正处级的月工资才一百二 怎么这么多 校长说 付奖课费是我们的规矩 这是按正教授付的 钱已经支出来 退不回去了 我回研究所后 交到小金库 款待外地同行来金使用 四月中去北京市委的领导管理学习班 下旬在北京党校读书研讨会 五月又到北京机械局党校 六月去北京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 不是我能讲 这源于广大领导干部 对现行干部制度的严重不满 与对其改革的迫切可望 组织系统 比较僵化的老同志 半开玩笑地指责我 岩所长 你是天天吃党饭 日日骂党娘 我笑答 你们是天天夸党 时时害党 我是在救党 6-13离北京所 近康华公司 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普遍存在着等级森严 壁垒分明的阶层 封建社会 悠久漫长 封建观念 根深蒂固的中国 官本位的主观意识 和客观现实更异常严重 官场内外 出事入事的个人和单位 都有一个明确的级别 他决定人的生老病死 衣食住行 单位的作为巨细 影响远近 切身不明的北京所 实际上是有两个处 及小力操盘运作 所内外 一直企图改变这个尴尬现状 我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1987年5月 北京所的 改革设想 初稿完成 交中组部征求意见 陈伟兰对我说 现在政治改革的形势大好 根据我们承担的 改革研究的重任 正处及二十人的研究所 显然不能适应需要 我们应该扩充编制 升个为原来计划的副局级 陈渊也说了 他早就是副部级了 你们之间的差距 不应该这么大 现在宋平当部长 中组部不会再限制 你的副局级了 我回答 我们刚出点成绩 好像我就以此要官式的 人员少 可以多聘请客座研究员 升格提及稍后在意 5月底 已经荣升中组部副部长的 刘泽鹏 约我去中组部 刘说 我想把北京所收编到中组部 由我直接领导 咱们几个朋友 一起搞干部制度 改革多好呀 我表示 北京所可以归中组部 我个人不愿回国了 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 356页记载了此事 6月 刘泽鹏和李志明局长 又约我去中组部 他们谈了初步构想 中组部 以北京所谓基础成立局级的科研所 他们中的 一位兼任挂名的所长 我和陈伟兰任副所长 具体领导这个所 我仍坚持不回中组部的想法 当天下午 因在所里谈不方便 陈伟兰到我家 我们讨论了中组部 两位朋友的建议 伟兰认为 归中组部的方案 可以考虑 我也同意这样 对北京所的前途 对研究工作 确实有利 但是崇尚民主 自由散漫的我 确实不想再回组织性 纪律性极强的中组部了 9月 陈伟兰再次劝我 考虑北京所归中组部的方案 她表示愿意去中组部 因切期望我也一起去 我说 你们可以开始运作 合并方案了 我是坚决不回中组部的 我在组织系统 六个年头了 也该转换跑道了 当天日记中我写了 雨晨最后一次 谈北京所 和个人的去向 1988年3月 北京所的研究 和宣传工作 暂告一个段落 我和伟兰召开全所大会 公开了规中组部方案 和我们二人分道扬镳的考虑 群众讨论中 研究人员大都愿意去中组部 认为学术研究条件优越 行政人员则希望留在北京市 考虑个人福利待遇优厚 4月 我在不影响外出讲课的情况下 开始自谋出路 于一个月后调入康华公司 成为局级干部 随后陈伟兰兼任北京科级干部局副局长 次年她和几位研究人员 集体进入中组部的局级事业单位 培训中心 陈先后任副主任和主任 伟兰在培训方面 在工作中钻研成长 却有建树 新世纪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部级的副院长 北京市仍保留研究所的建制 又充实一些研究人员 所的办公室主任升任所长 继续组织人士的研究工作 第五节 在康华公司大展手脚的一年 6-14康华公司 宇龙生公司 1984年3月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 理事长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 文革中的北大学生因不堪凌辱迫害而跳楼 伤至高位劫瘫 5月申报成立公司 9月 获得批准成立中国康华公司 董事长邓朴方 总经理于政生 后改名为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 俗称小康华 1986年邓朴方 拜访赵紫阳总理 预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康华集团公司 赵不同意 对他说 先不要成立大的了 你就把那个小的搞好就行了 次年邓又找赵潭 说小康华搞得不错了 应该成立大康华为残疾人筹集资金 可以减轻国家负担 紫阳同意了 全言是邓朴方下海始末 16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 2004年 1987年国务院下发文件 筹备成立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 俗称大康华 邓朴方立即出台5人筹备小组 其父为纪委原副主任 于敏生 社科院经济所研究人员 其父为一级部员部长 谭兵 大校军官退役干部 其父为高检原副检察长 谭为石 国家经委副处长 其父为经贸部员办公厅主任 5人当年皆被称太子党 现在叫做红二代 1988年3月筹备小组拿到营业执照 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正式成立 董事长石油部员部长唐克 副董事长煤炭部员部长高杨文 总裁北京原常务副市长韩伯平 副总裁冶金部员副部长周传典 殷子烈和贾鸿生等 筹备小组的于敏生任财务部总经理 谭兵任人事部总经理 谭为时任办公厅主任 上述诸位组成董事会 是公司的领导核心 康华注册资金2亿元 财政部拨款1亿 康华计划自筹资金 1988年2亿元人民币和1亿美元 1989年3亿元人民币和1.5亿美元 计划利润1988年5000万元 1989年2亿元 这个宏伟的财务计划 1988年基本完成 1989年随康华夭折而泡汤 正部级的康华成立时 筹建了8个政局级的二级子公司 他们是唐克从石油部 高阳文从煤炭部 周传典从冶金部 三位原部长分别 从原单位 拉出的三个对口的专业公司 筹备小组跑银行 软磨硬炮出来的信托 和租赁两个金融方面的公司 从残疾人基金会 分出来的小康华和康辉旅行社 两个绩效 很好的老公司 以及为总公司全面服务的 综合性的龙升公司 康华所得到的几亿元 大部分发给这些子公司 作为注册资金和自有资本金 总公司的领导 值得骄傲 部门领导 和各二级公司的领导 也都不同凡响 都是有背景 有经历 有成就的人物 哪个拿出来 都能讲几段故事 都曾独当一面 挑过大量 这样的优势 其他任何公司都少有 全言斥 邓朴方下海史末 176页 我于1988年5月入主龙升 下面就着重介绍该公司 国家给康华优惠政策 公司免税五年 各分公司免税后的全部利润 交给残疾人基金会 发展残疾人的福利事业 康华总公司尽管是正不及 但国家不发行政费用 于是专门成立一个二级公司 它的利润不给残疾人基金会 供总公司几百人的工资奖金 和办公费用 该二级公司没有特定的专业领域 在龙年诞生就命名为 中国康华龙升公司 由总公司办公厅主任 谭维时兼任总经理 谭拉来哈军工同学 为担任过领导职务的 王某任副总经理替谭首摊 龙升公司在北二三环之间的 总参谋部二部招待所租了一层楼 距离位于北三环中路的 康华总公司近在咫尺 非常便于互相联系 龙升公司作为冠以中国名称的 国家大型一类企业 公司内部的职能管理处事 与康华总公司的部门对口设置 相当齐全 另外还有直接进行业务 即赚钱活动的商品贸易部 产品开发部 设备调剂部 古董特异部 实业部等 在我上任前后 还陆续设立了十余个分公司 及康华的三级孙子公司 他们包括 在北京三个康华领导干部的亲友创办的 在上海 天津 广州 沈阳 呼和浩特 无锡 张州等重要的大中城市 也各设立一个分公司的领导 基本都是 与我们熟悉的红二代 和黎修的红一代 唯一设立在县城的 是于缅甸毗邻的云南银江 他则是与县委书记的亲属合办的保湿公司 因为要养活总公司 康华对笛子 龙升公司 格外宠爱照顾 他们除了 把利润高的实业和商贸项目 批给龙升外 还把总公司业务部的 对台业务处成建制的化归龙升 成为我们的业务二部 把与当时还未建交的韩国的贸易活动 交由龙升处理 1988年4月 残疾人基金会办公厅主任唐若鑫 来我家商谈去康华事宜 80年代初 我英语走向未来 从书的渊源 与副主编唐若鑫成为朋友 1986年春 我去舌口考察 选举任用干部的改革 唐作为舌口研究室主任 全程陪同 家宴招待 1986年下 中组部曾为我联系去康华 后英创办前一张所写的北京组织所而作罢 现在得知我自由了 唐若鑫又为我积极活动 我过去在基层工厂 国务院和党中央高层机关工作过 现在又经历了研究所 在以经济为中心 公司遍地开花的当下 我的阅历 一定要补上经商的空白 唐对我说 邓普方非常欢迎你来 到一个二级公司当头头 康华总公司办公厅主任唐维石 其父是50年代的一级部外事局长 当时我们两家都住在本文第二章介绍过的 北京东城的一级部司局长中院 我们可称为市交的发小 高中他又是高我一年级的校友 文革前中后我们一直是好友相互帮衬 谭得知我欲去康华 也多次动员我去龙升公司帮他的忙 谭说总公司办公厅主任忙得我四脚朝天 无暇顾及龙升公司 你来当常务副总经理 公司你全权管理 我办公厅主任挂名龙升公司老总 不管事 但是内外都知道龙升是办公厅的公司 你好办事 四月下旬我决定去康华龙升 五月办理完毕全部手续 正式调入康华 6-15 我在康华龙升公司的座位 入主龙升公司后 经过调查研究 我发现问题多多 机构设置不尽合理 好合并 人员关系太复杂 难处理 正式买卖好做 火箭难搭 康华总公司出使的八个二级公司 其他七个都是专业公司 又有部长及领导主管把关 非专业的关系人员很难进入 于是大批皇亲国妻 涌向综合性 极无专业的龙升公司 谭维时和王副总 都是面词心善的主 各级领导 各种关系的推荐 来者难拒 结果不足百人的公司 绝大多数人都是关系户 干部子弟过半 我决定壮士断腕 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 再题为进行企业整顿 推行利润承包 实行优化组合工作计时的 1988年8月13日的龙升简报 中有如下记载 龙升由于机构设置欠合理 责任制度没落实 职工积极性未发挥 精神状态不振作 截止6月底 尚有4万赤字 7月继续恶化 严总7月28日向总公司贾鸿生副总裁 汇报企业整顿的设想 随后召开公司本部大会宣布整改措施 一 撤销所有行政处事 合并为经理部精简机关人员充实业务一线 二 重新任命各业务部经理官兵互调 双向选择实行优化组合 三 明确业务部经理的责 权 力 则 完成部内平均每人月利润2万元的责任 权 拥有对计划内资金的使用权 和属下的任免聘用和辞退权 奖金分配权 例 完成承包利润后 可得平均奖金的2-3倍 四 八月起 取消每人30元的月奖 即5个月少发150元 年底完成利润者发300元 超额部分提奖10% 未完成者奖金递减 完成任务不足60% 调制人才公司代业 五 经理部管理人员 在保证为一线服务好的前提下 年底拿业务人员平均奖的90% 包括总经理 八月初 龙升召开各分公司会议 通报公司本不整顿精神 各分公司都分别主动承担 几十万元的利润任务 预计今年龙升将大幅度超额完成 总利润指针 我这个改革开放后的企业老总 与15年前文革中的厂长 金飞锡比鸟枪换炮了 同样是恩威病师 手中挥舞的胡萝卜与大棒都现代化了 公司制度合理 员工利益驱使使龙升公司上下其心 金过八十天的努力 立竿见影出见成效 转亏为盈 纯利润近五十万元 1988年10月 我向分管龙升的高阳文副董事长 英高是我在煤炭部的老部长 故被我请来分管我们 以及总公司的总裁们和各部门总经理汇报 龙升的成绩得到高阳文等领导的一致赞扬 并把龙升经验在康华的各二级公司推广 1988年10月中旬 我到福建省张州市东山县 考察当地的中台合资企业 东山岛是福建第二大岛 海滩为第一大岛 是大陆去台湾人员最多的一个县 1950年国军撤退时 一次就带走五千壮丁 加上过去赴台者 东山级的在台乡清有20多万人 现在东山县有台商集齐卷 15万人 而30年前台商仅有寥寥数家 其中最大的是台湾的台域家具公司 台域公司以当时先进的中密度纤维版和PVC版生产各种家具 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美元 是台湾三大家具厂之一 中方合作对象是福建吉昌公司 这是福建省二清系统的大公司 董事长是福建二清总公司 二清厅的翻牌 总经理 副董事长是张州市和东山县的二清公司经理 台域以40%的资金 吉昌以60%的资金 合资在东山成立东正公司 生产各种家具 东正的一期工程已经完成 产品开始在国内销售 因中方吉昌后续资金紧张 急需外来投资完成二期工程 形成规模生产 取得丰厚利润 龙胜的张州分公司 发现了该项目 认为前景极佳 向我汇报后 请我实地考察 最后拍板 我在北京对资料研究后 已看好它 在东山 经过几天认真仔细的调研 和艰苦卓绝的谈判 我趁人之危出小钱办大事 最后形成 东正公司董事会纪要 中国康华龙胜公司出资30% 我任东正董事长 龙胜张州分公司经理 任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 这都是吉昌让出的 吉昌股份30% 任副董事长 和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 代表台域的香港人 仍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台湾工程师 仍任分管技术的副总经理 董事会每季度一次 分别在北京 香港 张州和东山召开 这是我在龙胜最大的投资 收益最好的项目 1989年夏季 在香港的董事会 也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命轨迹 10月下旬 离开东山 抵达到张州 下午和晚上 分别到姚前市长家 和市委张书 即将拜访 次日视察龙胜张周芬公司 告别晚宴 韩市长等领导参加 我中组部的前背景 和康华的县背景 去五品周官家和请他们吃饭 不是难事 县里对待 中国自投的龙胜公司 与台湾的合资企业 天然支持 不在话下 省里天高寻服员管不着 县管的市里父母官 一定要招呼到 我从北京带给他们的 进口见面里 若是现在 根本拿不出手 而在当时就可观了 这就是中国特色 我也只能入乡随俗了 1988年冬 国家审计署 对康华总公司 和部分二级公司 进行审计 狄系的龙胜公司 当然首当其冲 审计署丁处长 带领七人小组 进驻我公司半个月 找人谈话 清查账目 最终以无问题企业的结论 而结案 半年后我辞国 对我个人严厉的财务审查 人无任何经济问题 两次审计和审查的清白 使我心安理得的 在海内外安度后半生 1988年底 康华总公司 进行技术职称评定 我在煤炭部 由技术员晋升为 管理工程师 以超过可以晋升 高级职称的五年期限 由于在干部管理方面的 论注与实务 加之在龙胜公司的 企业管理业绩 我被晋升评定 为高级管理工程师 这个虚名 是康华在我人生轨迹上 留下的唯一的有形痕迹 而在无形的认知领域 康华的一年 则填补了 我对经济腐败的无知 例如我们 为了贷款 必须向银行请客送礼 进口英国凤头自行车 当时需要上牌照 公安局要进贡 销售紧俏的大彩电 报税时 税务局厌果拔锚等等 当时 让我震惊 但与现在相比 真是小巫见大巫 顾不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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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